好 接下來我們是邀請第一位徐永明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那我是不是先請法務部次長 請次長 蔡次長 次長我想主要是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這個關說案 立新醫院的逃稅 然後當時高檢署有個報告出來認定檢察長 還有邱蔡三社官說 當時說已經調查報告已經請法務部這邊 和建合 那可是你這邊講說法務部還沒有調查結果 所以現在是法務部的看法跟高檢署的報告不一樣嗎 那高檢署的報告請法務部這邊建合 那法務部的立場態度是什麼 法務部的立場已經非常明確 那麼我們把高檢署的這個調查報告 就在這個禮拜 那麼我們要送這個檢察官審議委員會裡面去審議 那麼待審議結果再做進一步的處斷 那法務部這邊會自己做調查報告嗎 還是以高檢署的報告為主 因為調查那個報告 現在初步的調查報告已經有出來 現在就涉及到未來這個涉案的 所以你們是接受高檢署的報告嗎 所以你們是接受高檢署的報告嗎 因為這個高檢署的調查報告 它是一定一個 我們機關裡面內部一個很專業的報告 那麼要經過未來涉及到一些檢察官 尤其是檢察長他的調動 那麼而且甚至未來很可能會送到我們有外部委員參與的 那麼一個調查 那麼這個涉及將來是不是這個監察院 這個部分有關公務人員的責任的問題 所以這個諸多的程序都綿密的在進行 那這個彭坤彥就是這個涉案的檢察長 其實你們已經調職了 已經調到高檢這邊去了 那不停職嗎 因為你們根據法官法其實43條11是可以處理 你們還要繼續讓他在高檢這邊升官嗎 那第二個彭坤彥也說 希望請監察院來做調查 你們不打算把他移送監察院嗎 如果他自己也都這樣講 不過我想次長我想問一個問題 邱泰山那時候講說 他是轉資陳情 那大家質疑說那不合陳情的規定 他說有 他說他有一個陳情書 是有轉給檢察長 那請問法務部這邊有看到這個陳情書嗎 我跟委員報告 這裡面從一開始 那麼這個在檢察官論壇信息出來以後 那麼這個整個那個過程 那麼我相信他們都已經批出報端 那這個有關 這個內部的調查程序啊 就像高檢署調查的程序我沒有參與 高檢署曾上來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到部長那邊 那麼部長 所以你們就是部裡面就不看嗎 我意思說他講有陳情書 陳情書有沒有 這個我想一翻兩瞪眼啊 第二個陳情人是誰 他們有個下午茶 說有陳情人去跟邱泰山講 轉這個陳情書給他 邱泰山把陳情書轉給檢察長 人是誰有沒有陳情書 我想這應該非常清楚啊 法務部裡面有一個行政程序 他很綿密的在進行 我跟委員報告過了 這個事實很快就會很招然 那麼而且齁 這個檢察長自請說要去監察院 這是一個最嚴厲的 如果他都把自己標準設這麼高 法務部為什麼不把它直接送了 這個沒有說那麼斷然說法務部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不這樣 我們現在要這個禮拜 在檢察審議委員會裡面 今天剛好你來順便問說 其實我們的態度很清楚 邱泰山講有陳情書 有陳情人 陳情書拿出來 陳情人拿出來 看符不符合規定 我想這就可以講得很清楚 一個辭職一個說要送檢察 檢察院 結果你們現在說我們還在調查 我想這個 人民沒辦法接受 因為這個事情變司法醜聞 市長我覺得 我講的幾個事實 是非常簡單可以釐清的 有沒有陳情書 有沒有陳情人 我覺得這個 法務部要查清楚 謝謝市長 謝謝